一个王八蛋带着王八蛋出门 正好撞到了新鱼县城一霸 陈初七 吴县力啊 你干嘛缺德上个不少呢 哎 要不是太缺德呀 我怎么能够变成这个模样啊 人家江四 是卖菜还债 你跟着他还不了债 以后啊 你还是跟着我混吧 哎哎哎 拿完了变菜喽 哎哎哎哎 少七 哎你带他去哪啊 要说这个陈初七 那可神了 小小年纪便可称霸一方 她是陈继米粉店老板的女儿 家里还有个后妈 以前是卖年糕的 还顺便给她带这个姐姐 这后妈对她可一点也不好 动不动就想着掐她一下 还好她有自己的保护神 贴身保护着自己 小小年纪并练就了一身特异功能 有个小子在他们家店里 米粉没吃完就想走 吃完了再走 我吃完了 钱也给了 不行 不能浪费粮食的 我吃完了 钱也给了 想浪费就浪费 走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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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果然这小子就怎么也走不动道了 然后身体就不由自主地蹲了下来 张开嘴巴 被小七强按着给吃完了 从此心愚县城里 谁都不敢惹这个小魔头了 这一天 小七带着姐姐元欣 来到了县衙 看这个县太爷审案子如此不公 就将他赶了下去 自己当起了县太爷 大胆钱献利 你收了人家多少银子 收了一百两银子 一百两银子就把你的良心给买走了 没有 没有 良心没买走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良心 我想骂你几句都没词了 虽然我不是好人 但是还算敢说实话 对吧 你说实话 猪大会让你帮他什么 把这个人宽进牢里去 为什么 因为这个人 他的媳妇长得太好看了 这猪大户 想把他媳妇据为己有 小七一听 这猪大户胆子这么大 就让县衙马上把猪大户抓进大牢 这个女人在牢房里 挖了七年的地道 终于就要挖通了 想想再有两天 自己就可以挖通 越狱成功了 心里也是美得不行 这时候 衙衣进来通知他们 被无罪释放了 女人很不理解 自己可是背定的杀人 判罪的无期啊 新来的七老爷重申了你的案子 谋杀亲父的证据不足 你可以回家了 女人走在大街上 很是不甘心啊 自己挖了七年的动眼 眼看就要成功了 在这结果眼上 把他放出去 那这七年的努力 不就白费了吗 不行 他还得想法回去 完成自己的愿望 于是他就放火 烧了别人家房子 来到衙门自首 当小七他们得知 烧的是宰相外甥 照流油房子的时候 很是开心 说啥也不判他的行 还把他给放了 女人很不服气 还有接着去放火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连点十三户人家 七老爷家你也敢点 这是我生 自个儿进去 你当这是客栈呢 想住哪间住哪间 那边去 我不去 进去 锁上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呀 小七带着无限令 这个王八蛋 在县衙当了九年的直线 破了无数个案子 今天有个小子 在大街上偷东西 正好被小七抓住 这小子 居然偷了几个寡妇的东西 现如今 到处打仗 正缺男人呢 于是小七 就盼他给这八个寡妇 轮流当丈夫 这下 可把这些寡妇们 高兴坏了 你们倒是愿意了 我这相受不起呀 真的